今天讲的是公职之外另外一个选择 我刚才跟一个朋友聊了一个上午 他也是本身是 他考过高考也考过补考 目前正在拼会计师资格考 那今年是最后一年 四年循环的会计师的最后一年 那他在社会业界就有很多经验嘛 然后就跟他聊了一下 我自己本身私人公司的经验是不多 但我透过跟他了解一下 就懂了很多 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可以当 就是考工职的人自然的人 他就思考点就是 我要考上高补考 拥有稳定的工作 我考上地方特考 考上某种公家单位有稳定的工作 但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也不用我个人经验 说实在的我们都知道 绝对不可能所有人都考上 一定是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人 是怎么努力都考不上 我个人经验是有些辅导的考生 他程度就是差 你要他短时间内考上说实在也不太可能 OK 但是我今天要想 要讲的就是一个约评估的考试 我相信我们在我以前准备考试的时候 在报章杂志上会看到 高补考刚结束 或者是什么考试结束 我们应该报章看到 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认为 我个人 我个人就认为说 对 我来考试就是高补考 只要考上高补考 就会当公务员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报名补习班 准备考试 就每次上课 每次上课都上完课 所以有一天白板上面就写什么 我到现在还记得白板上面写的 地方特考报名截止时间 是什么什么时候 然后补习班的同学就问我说 我问你知道 你要不要去报那个地方特考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这么地方特考是什么东西啊 我只想考高补考 因为我在我的脑中啊 我不晓得其他的国家考试 什么都不懂 我只知道考高补考 所以我就只会走这条路 可是我同学跟我解释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地方特考 考的科目跟高补考是一模一样 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高补考 什么叫地方特考 也就是这个地方特考这个名称 记得到我脑海里 我才知道有了这个选择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除了国家考试之外 另外一种稳定的工作就是 各单位的约聘雇人员 这种约聘雇人员 我早期啊 我以为这种我们那种年代 我都以为约聘雇人员 是一种内定的考试者是形式 后来当我认识的人越多 或者是了解人越多之后 我才发现其实他是公平的 他不仅公平 而且他还甚至是大量的招聘这些人 也就是说你虽然没有能力 或短时间内没法考上公职 考公职需要一点漫长时间准备 短时间内也做不到 做不到 没关系啊 我们看各单位的什么 月聘雇的缺 你去考 那些考题都是比高部考容易很多 而且这些 这些竞争 这些竞争 它是公开的 就是它是在单位公开这个缺额 说要招考 可是这个的公开讯息 这个公开讯息呢 它是不会被广为流传 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你懂意思啊 比如说我举我朋友 你只要说那个财税 每年都招很多约聘雇人 每年喔 约用人员 后聘雇人员 很多 也很容易考上 那做的工作跟公务人员一样 它的福利呢 甚至于跟公务人员一模一样 只是没有保障而已 没有那么工作保障 但原则上因为在财税工作 它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所以流动率很高 可是呢 你还是 想上的还是可以考 很容易就考上 OK 这是它大致上跟我讲的 但是它有很多优点 所以你知道 你要当上约聘雇的人员 它领的薪水就跟补考一样 也就是说 你应征上了之后 你基本上也可以做很久 如果你能够应付 那种工作形态的话 你可以做很久 第二点 甚至于你的收入 还比初考还高 初考公职人员薪水 还比月聘雇人员还低 当然 还有它还讲了一件事 它还说什么 它还说 你假的课 因为你短时间内是不可能 短时间内考上高补考 你在月聘雇这个单位工作的话 在这个领域工作 比如说你做了五年 五年后考上 你这个五年的年资 还是得记得 等于是你考上第六年 考上高补考之后 你的年资已经变成六年了 年资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年资 影响到以后的价 跟退休金 还有福利之类的 你懂意思吗 所以 所以如果你是准备 你想要半工半读 或想要兼职准备高补考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先选择约聘雇人员 比如说它既然大多数时间 可以准时下班 下班后也可以工作 那如果你没考上 你一样拥有一种 公务人员一样的稳定工作可以做 这还不错 说实在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东西 我都以为那是靠关系 才能进去的 我们以前早期的年代都是靠关系 但是 现在看来应该是不是 所以这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会希望说 我会希望说 怎么讲 如果你这条路走不通 或走得很慢的时候 不要只执着于这边 花点时间去看看别条路 花点时间去看看别条路 或者是去印证看看 或印证看看 感觉不错的话 就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连那个尝试的机会 跟尝试的勇气都没有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你就只能 目光很窄 跟我以前一样 目光很窄 只能看到这里 可是说实在的 因为我那时候也刚出社会 不了多久 也不懂这些 我今天透过这个影片呢 直接告诉你 你就有了机会 可以去找资料 找资源 不用特别 一定要执着 通过国家考试的高普考 因为这个确实是有难度 对我而言 甚至对别人也 它确实是有难度 我应该讲 对大多数人而言 长时间准备考试 然后来考上 还是很难 半工半读确实是不错 就像我说的影片都讲的一样 我永远都是推荐半工半读 这样才能够让心理的压力 不会那么的大 OK 好 那就闲聊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主题 一个 我为影片做个总结好了 就是 如果你短时间内 没办法考上高普考 我会建议你去当约编雇人员 然后在那边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 比如说 如果你是考地震 你可以去考 你考的类型地震类的 你可以去应征地震类的 阅评雇人员 像我今天聊天的朋友 他是考 他本身是财税会计类的 所以他可以去 那个国税局 国税局应征的人 那就非常的多 他亲口跟我讲的 我是平常是不会去 吸收这个讯息 他说 每年应征的人非常多 如果你有能力去考试 通常也很容易就考上 如果不用说 考题不会太难 竞争者也不会太多 因为他的知道讯息 是比较少的 OK 那希望这个影片 对你有帮助 毕竟我不使用的频道 那就先这样子 拜拜